有這麼誇張是真的好吃嗎? 因為這個好像真的是台灣的品牌 WOW ELIZA TRY 他們可以在這邊免費充電 然後德國政府會幫他們付錢 對 這很像那個裝胞胎耶 這是今天做的泡菜炒飯 這個超級簡單的 嗨大家早安 今天我早上七點就起床了 我這兩天都超早起床 我前兩天甚至五六點就起床 因為我最近就是有花粉症的問題 花粉過敏的問題 所以我都要吃這個藥 我老公一直都有這個問題 然後我是來到德國 今年是第四年我才有這個問題 我前幾年完全沒有花粉症的問題 所以我現在覺得超級痛苦的 很不習慣 現在每一天都要吃藥 可是 是一般的一天你很早起床 然後準備 沒有跟他們說 我只有這幾天比較少起床 因為那個花粉的問題 平常 平常我沒有那麼早起床 我也不吃早餐的 我是吃早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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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直接吃午餐的人 然後我想說 既然這麼早起床 我就來做早餐 我今天想要來做這個 蔥抓餅 之前在亞超買的 這品牌 我在台灣完全沒看過 可是還蠻好吃的啦 我現在就是要來煎這個抓餅 算蛋餅吧 然後加一些玉米跟鮪魚 然後加一些玉米跟鮪魚 非常好吃 脂蠅 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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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奇怪 很爽 快爽嗎 快爽嗎 對 我老公說 今天有點奇怪 一般來說我都在床上 看手機 好 你要醬油膏嗎 這好像也不是醬油膏 蠔油 蠔油跟醬油應該是不一樣的東西吧 好 謝謝 謝謝你做的 難得我們早上吃蛋餅 每個早上都會吃 沒有,只有今天 我要承認我不說謊的 我平常真的不吃早餐 多一個人吃 對,我老公早上都是吃那個 Muesli加牛奶 Muesli加牛奶 對 現在已經有台灣的感覺 有這麼誇張是真的好吃嗎 Muesli加牛奶 這一間的我覺得真的不錯 就是如果你們是住在國外的話 然後亞超可以買我剛剛煮的那個 蛋餅皮 因為這個好像真的是台灣的品牌 Eliza,試試 可以用嗎? 我不想拉肚子 因為我家常常有那種就是很久才用一次的東西 所以就很怕它會過期 這也不是醬油,這是蠔油 太大塊了 台灣的感覺 我以前上班最常吃的就是蛋餅 跟蘿蔔糕 而且就是玉米蛋餅 我都會點玉米蛋餅 我覺得這醬太鹹了 不是嗎? 我喜歡 它好鮮喔 它好鮮喔 好鮮喔 蠔油 蠔油 一般來說是加那個青菜的 芥蘭 你最喜歡的芥蘭 我們應該也可以買到國鐵吧 我想要請問你在台灣你都吃什麼早餐 我最喜歡吃的飯糰 那還有別的嗎? 7-11的飯糰還是路上的飯糰 還是我吃三明治 7-11 最喜歡的是吃飯糰 我愛飯糰 我也很愛飯糰 可是自己做是有點難 飯糰要用糯米 這個我喜歡 紫米飯糰 對 我們每次回台灣 第一個衝去吃的就是吃飯糰 可是你平常不吃蛋餅嗎? 有的時候 我還想說 台灣的早餐有很多選擇 你都會去吃早餐店 沒想到你都吃7-11 好啦我承認我之前也蠻常吃7-11的 對啊不知道吃什麼 真的就吃7-11的那個飯糰 而且他都有什麼39套餐 跟49套餐 我都會選那個 台灣吃早餐真的好便宜喔 大家今天天氣超好的 有25度 所以我跟我老公決定要來 外面吃飯 超久沒有坐在外面吃飯了 然後我剛剛就是走在路上 想要躲人很難 因為人真的太多 好 嗨大家好 我們現在在Kausland外面 可是我們今天沒有開車來 我們用走路的 因為我想要運動一下 我們非常健康 因為天氣太好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要散步 我們剛剛走了有半小時嗎 有啊 大概半小時 本來想說要去找一個土耳其的小餐廳 去吃個他們的甜點 然後喝個土耳其紅茶 可是都沒有找到合適的 所以我們就想到 Kausland這邊有一間 就是賣甜點的店 就決定走到這邊來 我們現在要去吃下午茶了 現在走到我已經流汗了 今天禮拜幾 禮拜三 可以嗎 今天人好少喔 今天人好少喔 沒有 禮拜四 喔禮拜四了 可是人好少喔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好便宜喔 也沒有很便宜啦 這個台灣更便宜 衣服也太便宜了吧 衣服也太便宜了吧 這個地方都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真的很便宜 一千塊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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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有賣冰淇淋耶 喔好酷喔 可是不是跟你玩的 真的 它是一般的冰淇淋 那你會吃飯肉 他們不會跟你玩 我不要跟他們玩 我不要跟他們玩 嗨 我們的愛里斯普 這幾個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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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口氣 那一口氣就像是一塊的 那一口氣 好的 我來一口氣 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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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爽 巧克力的 這個不是原味的 我想吃原味的啦 咖啡 怎麼樣? 巧克力的麥克拉巴好奇怪喔 因為不是原味 不是因為它的巧克力是牛奶味很重那種 我覺得它很噁心 可是這很好吃圓圓的這個 有人知道這叫什麼嗎? 你知道這叫什麼嗎? 土耳其很甜甜的 很甜的 很甜甜的 但是裡面應該很甜甜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用刀子 怎麼樣? 跟剛剛那個一模一樣 我告訴你 我跟你講這是一樣的 你選錯了今天 這很像那個雙胞胎耶 對 這是很甜的雙胞胎 很甜然後是脆的 雙胞胎 可是我覺得還蠻好吃的啊 可以查很剛好 看到一個很酷的東西 這個是 在Kaufland外面 如果有人在這邊停車 然後他開的是那種充電型的車子 他們可以在這邊免費充電 然後德國政府會幫他們付錢 然後你可以自己選擇 哪一種的嗎? 對 突然忘記這種車要怎麼講? 能源嗎? 可是中文我忘記了 電車?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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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這有點... 喔這超可愛的 真的 這是一個蛋糕耶 好可愛喔 好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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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用Fa極材 好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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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鹹 就成功成功了 那麼多 好可愛的 現在可以包含了 所以在柱子裡 很可愛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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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